大家都知道醫管局的撥款,從來是政府一次過給的,然後要醫管局自己吃光的。 我舉個例子,人工其他所有的東西,它沒得變的了。 但是政府的撥款,就根據當時那個政府或者財政司司長,它怎樣去撥呢,沒人管得到的。 意思就是說,有多少錢去買藥,或者這些什麼東西呢,有時醫管局就難聽些去看菜吃飯。 所以我們才要有一個政策去保護這些病人。 你能否立法一件事,但是你政府如果沒有一個定的政策,和一個撥款給醫管局, 它一定不會出聲的,它有多少就花多少,這是第一。 第二,就是薩馬利亞基金,大家都知道,就是難聽些是賺品的。 因為它是要你,使得那些錢,每一個家庭,使得那些積蓄,又可能減了一半,已經沒有工作了, 還要減很多的,直接減到它碰到門檻,才進去拿個補助。 它是在罰一個家庭的,因為它罰到你,就是你沒有錢,它才給那些資助你。 所以很多有長期癌症,和一些罰有病的那些,其實它們很辛酸的, 它們是要用了它手上的那些積蓄,它才可以合乎這個資格。 這是第二。第三,就是,藥物,你即是你不要騙公眾了。 你現在所有的藥物,名冊裡面,那些的藥,當然是看錢啦。 我從來沒有聽過那些一元幾毫的藥,是政府會和你入了一個名冊的, 因為它錢是最重要的,大家都知道,它是先用那些最便宜的藥, 那些就大把聲就過了。 但是那些貴的藥,它就有很多個關卡的。 你說那個委員會,第一個委員會就不透明, 第二,它開會的時間,它自己定的。 大家都知道那些藥一直在進展,就是一直有新的藥物, 其實那個委員會本身,都未必有足夠令公眾去信服。 那麼我們要求那個委員會,可不可以多一些外奸的人士, 包括一些獨立的人士,甚至是一些不在醫管局工作的醫務人員, 進去看一看它,政府不肯。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,我們看得到最擔心的就是, 這個政策一直在不檢討,不做的時候, 就是每日有多少個病人,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錢, 然醫,它未必沒有醫的,然醫, 或者它將個家庭陷入一個最困難的情況才有得意。 政府可不可以改變這個鐵板一張的政策? 其實我想,政府對於這些不常見病的政策, 以及我們今天聽到這麼多意見, 以及加上,其實我想在醫管局對於病的看法、治療、用藥, 其實這裡我們收了這麼多意見,回去一定會再看, 也都會看一看現在我們在現行的政策底下, 有些什麼可以再做好些,以及向前走一步。 可不可以有一個機制,是留一筆錢, 在財政撥款那裏,是給一些, 你怎麼可以的罕有或其他病都好, 會有一個撥款,幫助他們安保? 其實一般來說, 我們政府撥款是給醫管局, 都會因應醫管局有一些要求, 整體的計劃去撥款的。 當然,正如剛才所說的, 如果醫管局覺得是有需要的話, 當然我們都會在一個公共財政的資源運用的情況下, 會去檢視, 這個情況其實每年在財政預算案, 都會有做的。 他在說謊, 每個部門就給你錢, 你自己就撐住它。 所以所有部門一見到這些罕有病, 第一件事,當然是大腳踢的。 你明白我想說為什麼的呢? 你的薪的預算, 一年就給一、二百萬。 一個病症已經吃了九成, 他會不會看?當然不看啦。 踢得越遠越好。 因為踢了下去,就不用自己理。 所有這些病人, 我可以告訴大家, 大家都知道, 是人球來的。 那把口就是要醫治你, 實質上當然是想你走。 你不走的話, 他就很嚴重。 他還要知道那種藥可以去醫治的話, 他就更嚴重。 因為他整個部門的錢, 就吃光了。 這個制度, 就是在罰人, 罰醫生, 罰病人。 罰醫生, 最好不要接觸這些罕有病, 越罕有越貴, 千萬不要碰, 碰傷都出事。 所以我認識的個案, 就是不斷被人踢來踢去。 那醫管局說, 他已經有常設的機制, 副局長說, 有的了, 那什麼常設機制呀? 那個機制根本是不可能審視到這些罕有病, 所以我們才要講叫罕有病。 沒有定義, 不肯定義, 沒有政策。 然後跟著說, 可以的了, 我們有常設機制, 你撥多少錢給他都沒用。 因為, 醫管局是無人性的嘛。 總之政府給多少錢, 他跟你搞定了, 那就算了啦。 他怎麼會想過病人的?